字幕提供 剛剛老師有提到 年輕的時候老師有做過非常多不同的職業嘛 那是什麼原因讓老師可以接下來做了這麼久 做了50年的吉他 是什麼原因讓老師可以無限地 一直在這個行業裡面一直去做他 不會想說累了或者是不想做了 一直去持續的做 是有什麼樣的動力 還是什麼樣的熱情 往老師講應該是自己也有興趣吧 你吉他以前好像迷上吉他 要走吉他這樣錄 想要改行也不容易啊 因為你有材料你有機器啊 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啦 像我台北的朋友也有做吉他的 他以前也是當老師什麼 還不去教師來做吉他 結果後來是說真的也是有點後悔 所以我在教也許我去當老師 在學校裡教師會比做吉他好 做了以後結果要收也是 要改行也不容易啦 因為你木板也發費了什麼 有的甚至是發了好幾百萬 有的上千的 你一下子把那些都 賣給人家也許不值錢 也有這個原因啦 一方面是自己有那個訓練 有興趣啦 就說啊我 我的固定朋友他們都喜歡我的吉他 那我 我不做要怎麼辦這樣子 所以這朋友很重要 對對對 大概是在這個 老師在這麼多年來 有沒有碰到一些什麼困境 或者是碰到一些 就是過不去的時候 比如說做琴的時候 有當然有 做吉他有時候壓力非常大 有時候在做吉他做完的時候 有時候緊張到睡不著 會這樣子 我這把琴 對方賣主他會接受嗎 以前在摸手 現在是比較沒有那個感覺 現在做的吉他會進步很多 那對自己也比較有信心啦 大家看木板 你看我的材料 我就知道說這把吉他出來 大概是什麼樣的 隨準以上這樣 大概是什麼樣的 對那個聲音 我自己有一種拿捏 以前也是在摸手的階段 有時候緊張到睡不著 因為我怕說這把吉他 如果人家和麥子 選什麼地方不合格 就是不很滿意的話 他很不好交代 他自己會很練修這樣子 有時候也是很緊張 所以這也是苦惱 有時候買那個材料 買進來 比方說去德國買 哪一國買 那個美劇料 你如果說訂第一級的話 有時候他進來的時候 給你塞一半的那個 都是三級 四級的話 也是有 你就說生育人不老實 有時候那個虧本 有時候虧一次就虧了很多 有時候聯繫虧掉三 四十萬 這麼多 聯繫買三 四次都是這樣子 所以其他也有甘苦談 外人不知道 因為沒有人問 所以我從來沒有講過這個事情 反正做其他 所以有的人說 你要不要鎖血圖 我也是說鎖血圖 所以自己過的日子 吃了很多 那個艱辛 苦傷 我也不曉得 不喜歡說 讓年輕人很難 追隨我這條路線 我的感覺是這樣 可是老師這樣不會很可惜嗎 就是老師花了很多時間研究 那這些如果沒有傳承下去怎麼辦 那將來我有一天 吉他 可能說年紀再大一點就不想做了 當然有一天也是要退休 退休的時候我也許會說幾個學生 大概就看一年吧 是不是有人要跟我學花不熟 看一年吧 所以老師也沒有都說不教 就只是說 對 這是還沒有退休 還是先做吉他為主這樣 你做出來的每一個吉他 你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你的作品嗎 還是你是把每一把吉他 當作是你的 說真的 你要求每一把吉他音色都一樣 幾乎是不可能 因為牽涉到木板的結構性 當然 每一片木板都不一樣 為什麼要用那個蹭子來蹭什麼 就是它們結構性不一樣 每個重量都不一樣 並且頻率的高低也不一樣 所以說這是我們做琴 最傷腦筋也是比較複雜的東西 我們就是想要懂得一些客戶的方法 比方說 以自己的經驗來判定說 大概貨度要多少 重量要多少 來決定說 這把琴的音響是大還是小 也是要搭配 這不是像是小朋友一樣 每一個小孩都有自己不同的個性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個性 應該是 但是就是說 我們盡量利用技巧去把每一把琴 做到說有一個相當的 等於說有一個標準以上 當然你要每一把都一樣是不可能的 它會有自己的特色嗎 不是像 像製布或做衣服什麼 都造汽車一樣 每把每個汽車或每將衣服造出來都一樣 不是這樣子 因為木板有木板的不一樣的特色 像我在做錶板 我立木的作法 有時候也不完全一樣 要看木板的鬆軟度來決定 立木的結構的圖顯什麼 都有關係 來變化 每人在演奏琴的時候 表情變化是很多 比方說你要描寫一個沒有力氣 或是非常悲苦的境界 你是不是要緩慢 或是音色要很小 這是一個概念 要大聲的時候 很自豪的時候 你就說 那個大聲出來的時候 要非常 鎮壯 非常雄壯 但是你的吉他如何 樂器不是很好 出不來 出不來啊 沒有那種感覺 是 所以說人 人的要求 跟樂器 樂器也要接受你的檢點 它沒辦法接受你的要求 就是表示 樂器的功能不僵 這個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很多問題 都是我剛才講的 其他結構性的問題 油漆的問題 還有製造者 對其他概念的問題很多 有的人問我說 那吉他你現在這樣做 已經很好了 還滿足嗎 所以真的我還是不滿足 我還是說 要怎樣再改進說 那吉他很好談 好還要更好這樣 音色就是能夠 更能嘹亮 我目前有發現一種油漆 塗上去以後 那個音可以拉得很長 又很好聽 那個油漆不是我調的 是有一位專門做油漆 做生機的專家調的 他也是列為吉米 他也不講 不講是沒有關係 但是那個很麻煩 他給我買一百錢 他自己去刷 結果他刷了八個月 那個聲音彈出來嚇死人 真的 那個高音什麼 拉得很長 彈到第十八個九個聲音 都很圓滿 不會很聲音 又很圓滿 又拉得很長 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 刷起來以後 那個油漆會顯著 非常的 很暗 顏色不好 顏色就很深 很黑這樣子 等於說 這一把吉他好像去 裹到露光了 黑黑漆漆的 對 那我現在是 在研究是說 研發書的重心 不能像那種上音 但是尤其還是保持現在 這樣光線亮麗 我還是在動好去 所以老師到現在還在研究 對 我是有這個 一直有研究的精神 這樣 我想給你講一點 是 那個其他很重要的一點是說 要怎樣彈出來 有那個獨立性 獨立性 獨立性就是每一條弦 比方說六條弦 你把它假設說 有六個人 六個人 六個人一起講話 我要去台北 我要去台中 我要去高雄 要一起講的話 一般我們人聽都聽不清楚 淋淋落落 你們是在說什麼 對啊 但是業績不一樣 六條弦就是很清楚 不會去蓋在一起 真的好的吉他就是這樣子 我也不敢說我的好到什麼程度 也不敢說百分之百 但是我是朝那個方向在前線 所以 每一條弦都很清楚 如果你有空 你注意去聽外國人民家彈的 他們當然 業績有的是很好 當然他們技巧也是有關係 但是他們聽出來 彈出來的時候 你有時候會感覺到 怎麼一把吉他彈出來 好像有三把吉他在彈 你有沒有感覺到過這怎麼樣 有 就很厲害這樣 其實那個不是重奏 它是獨奏 獨奏為什麼可以辦到這樣子 那就是其他的結構問題 還有演奏者他 技巧也很厲害 他的技巧的問題 所以就要配合 所以我說人跟吉他要 互相配合 都要夠厲害才行 那比較抽象的講法是說 你不要把吉他當作是一種樂器 你要把它當作是一種 有生命的個體 對 他很了解你 你了解他 所以你要好好保養他 大概這樣 就要跟他當朋友這樣 對 什麼叫層次問題 層次問題就是說 比方說我們拍照的時候 比方說有六七個人一起拍照 你拍起來的時候 那個照片看起來都是平面的 摸起來平平平都是平面的 也沒有感覺到那個遠度的感覺 沒有遠景中景 對 你如果說其他好的其他 你彈出來那個印象有層次的感覺 因為我們的樂譜不是有好幾層嗎 有高音的 有中音的 有低音的 對不對 應該有好幾種弦力在進行 你每一種弦力 你一起彈出來的時候 你要那個層次感 層次感就是像我們照片 剛才我講的那個照片 這個人站在這裡 這個人站在這裡 遠中近有不一樣 裡面有一條小盒 小盒的這邊還有花 那邊還有房屋 房屋在後面還有山 看起來就是很立體 有 我這樣講你大概了解 那個照片拍起來是立體的 就是我們的樂趣就是要有那種感覺 這個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就是吉他要怎樣 我還在正在 正在朝這個目標方面在進行 但是我能不能辦到 我還不曉得 但是我會盡量努力 今天我 很努力 今天我非常感謝你到這裡來 給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在這裡發表 那也感謝多年來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很多支持我的朋友 吉他愛好的朋友 我都非常感謝他們 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 我今天吉他也許也沒有辦法 進步得這麼快 是 非常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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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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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